歡迎收看Cookie Time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美國製造》 當初進戲院前還很擔心這一部電影 畢竟近年來 阿堂哥的電影雖然精彩 但是還是偏向個人秀 劇本似乎都是為他量身打造的 但是這一次我從戲院走出來 嘴角開始上癢 《美國製造》改編真實故事 應該就是把主角巴瑞賽爾變帥而已啦 主角巴瑞賽爾 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間的故事 某方面來說他是個傳奇 他是個平凡的人在做不平凡的事 爽 一開始他只是養家並在環球航空的一個機師 根據網路資料寫是他15歲的時候開始飛行 到16歲的時候就已經考到了飛機的執照 馬的根本是兼才啊 後來政府官員發現他 開始請他拍攝一些美洲共產黨的一些照片 也運送當地的武器給了反叛分子 可以來對抗共產黨 也因為這樣他所駕駛的飛機 可以不用被偵測進出美國 所以他開始運送一些不合法 而且當年也未受到法律制裁的事情 運送槍械毒品還有洗錢啊等等之類的 那這其實沒什麼好處透 你如果真的要知道劇情轉向的話 你上網多查查巴瑞賽爾這個人物你就知道啦 而且導演說真實故事比電影更瘋狂 電影當中只是把故事修得更仔細而已 今天這部電影之所以會精彩 就是導演還有電影的鋪陳真的是太棒了 整個故事來說看似簡單的走向 但到了最後卻有些雞皮疙瘩 我個人認為他有點看向蒙太奇 真的一點點 再搭配著80年代美式鄉村的音樂 以及4比3的雜訊錄影畫面 完全就是中了我的胃 這部電影我會推薦還有一點就是 個人傳記的電影卻是使用犯罪片的方式來呈現 而且我相信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會對美國的歷史還有一些地理位置更加有興趣 導演當初預期大家看完電影之後 都會去查巴瑞賽爾這個角色 那我就是那個被預期的觀眾 但我相信你們看完電影之後 也會跟我一樣開始查這位傳奇人物的角色 那...看過這部電影了嗎? 還是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麼CookieTime 下次見囉 See you 這次錄音不好 因為我麥克風不見了 See you